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当地时间10号公布的统计结果 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熙悦在韩国第二十届总统选举中获胜 当地时间今天清晨六点多 也就是北京时间凌晨五点多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完成总统选举百分之百计票 根据统计 尹熙悦得票率为百分之四十八点五六 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紧随其后 得票率为百分之四十七点八三 尹熙悦在获胜后发表讲话 称这一投票结果是韩国民众的胜利 韩国1987年改宪实行总统全民直选制 总统由国民直接选举产生 任期五年 不得连任 随着尹熙悦胜任 保守阵营时隔五年 再次读回政权 由此 韩国实施总统直选制度以来 保守和进步阵营每十年轮流执政的节奏被打破 并且赌尾